想要知道 錄完之後的結果 你可以用聚集去執行它 對不對 執行之後 那你會想說 到底剛剛錄下來的東西是 到底是 結果到底是怎麼樣 你們可以看一下 Visual Basic 編輯器 不過這部分的話呢 慢慢來啦 因為可能有些同學 初次接觸這個東西 還是很陌生 不過你可以慢慢接觸啦 以後的話你會發現 這個東西真的很管用 好 跳進來之後呢 請你找到你的應該是模組底下 可能會有兩個啦 我剛剛是有兩個 一個 我的名稱是在 Module 2 裡面 這個 Markle 2 那當然 剛剛是沒有這些註解 1-7 這個是我剛剛打上去的 如果說你要分析的話呢 第一步實際上 選取 A3-G23 那它的語法就是這樣 Ranch 一個範圍 點 Select 這樣子就是一個選取的程式碼 以後如果說呢 你要修改很簡單嘛 你要選哪個範圍呢 只要把這個 有沒有 這個範圍呢 A3-G23 把它改掉的話呢 就可以是一個選取的方法 那排序在下面這個就是 Selection 就是一個選取的範圍 點 Short Short 就排序嘛 按照什麼來排序 後面有一些參數 然後在選取前五名的 學號加選從名次嘛 那選的方式除了說一個 大的範圍之外 它還可以分成一個 兩個 兩個範圍有沒有 去做選取 甚至還有三個四個 範圍可以很多個範圍 也是一樣 Select 那複製的話呢 就是 Selection 點 Copy 一種類推 這部分有興趣的同學 可以先看過 好 那最後執行下來之後呢 就是我們看到的結果 就是這樣子 執行 好 這邊 可是你會發現呢 假設說每一次呢 都要這樣按執行很不方便嘛 對不對 如果說我今天希望 在這邊產生一個按鈕 而且這個按鈕 不要太醜 像這個就有點醜 你要希望它漂亮一點的話呢 第一個請你在下方這邊有一個叫繪圖有沒有 如果繪圖工具列沒出來的話呢 你點這邊有個繪圖 或者在工具列按右鍵有一個繪圖工具列 繪圖工具列裡面呢 有個快取圖案 裡面有個叫做基本圖案 找到我的習慣是這樣 找到一個圓角矩形 在基本圖案裡面圓角矩形 這邊拉一個框框好了 框框裡面呢 填滿了顏色 假設我這個是一個紅色的按鈕 它的線條不要 所以無線條 填滿線條 那在上面怎麼打字 按右鍵 新增文字 字中 輸入確定好了 字呢把它改成白色 選舉它 字形色彩 白色 好 這樣是不是有個按鈕對不對 可是這個按鈕呢 我怎麼樣可以連接到 剛剛的劇集 點它之後的話呢 按右鍵 右鍵之後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有沒有 記得不要點到裡面 這樣這不會出現 有沒有 一定要點框框 點框框之後的話 按右鍵 指定聚集 點什麼呢 Mark2 按確定 好 完工了 試試看 這個先刪除 然後按確定 有沒有 刪除 確定 就好了 可是 最後當然我想說 這裡下如果有個確定的話 不是 刪除 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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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想說 這怎麼樣清除呢 很簡單嘛 你就是第一個 怎麼樣呢 錄製嘛 再錄一次對不對 Mark3 按確定 把這個範圍選起來對不對 按一個delete 好 好了以後的話呢 就游標在旁邊點一下 停止 這些動作呢 都已經被錄製到什麼呢 就是一個聚集 在聚集3裡面對不對 這個動作呢 就是清除 那我們直接怎麼樣呢 在這邊再多一個按鈕 基本圖案有沒有 這個 然後框起來 這個大小自己再調一下 那底色的部分呢 我換一個顏色好了 換一個黃色的 好然後呢 不要有框 不要有線條 在這裡的話呢 新增文字 字裝 清除 然後字的顏色 稍微改一下好了 這個地方的話 改成 改成這個顏色 深紅色 好 那再把它對應到哪一個呢 點框框按右鍵 指定聚集 MARCO3 確定 好這樣就完成了 先按確定 有了對不對 清楚 確定 清楚 確定 清楚 你看 這時候的話呢 它就變成自動化了 有沒有 以後的話呢 你只要 我希望得到最新的前五名確定 我希望把資料清除掉 清除 就好了 好 所以這裡的話我想你們試試看 等一下就先錄製一個清除的一個句集 錄製完之後呢 增加句集的方法可以從基本圖案裡面去找到 我習慣用圓焦句 那你可以用別的啦 你可以想說 那老師用笑臉可不可以呢 當然也可以啊 笑臉 填一個顏色 線條 看你要什麼線條 好 按右鍵 是不是可以指定聚集 也可以啊 MARCO2 確定 可不可以 也可以啊 好 這裡的話我想你們試試看 把畫面還給各位一下